和大家讀兩則不分青紅造白協會所發出的所謂聲明 第一則是來自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他是這樣寫的 本會強烈譴責香港警察使用過份武力清場 開槍嚴重傷害示威者 警方於今天下午四時在荃灣海敗街一帶 進行清場期間近距離開槍射擊一名中五學生 從網上的影片所見開槍的警員只是被棍攻擊搜捕 並沒有如警方辨稱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學生中將純跡倒地並大量吹血 傷者同伴見座立刻上次試圖施救 違背另一名防盜警察阻止被將制服案在地上 開槍警員射擊前沒有對示威者發出口頭警告 亦即在近距離射擊對準致命位置部分開槍 除此之外 該名警員當時左手手搜射一支用作發射布袋彈的長槍 而且警員選擇以殺傷力更大的手槍向學生左胸瞄準發射 而並非以殺傷力低級的布袋槍向非致命身體部分發射 竟然在行徑上根本與行刑無異 亦嚴重超出警隊應該使用的武力水平 本會予以強烈譴責 事後警方在社交媒體上表示 桑間學生只是肩膀附近受傷 而非左邊胸膛受槍傷 嚴重歪曲事實 社會各界人士過往已經多次提出 在雙方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 警方並沒有跟照指引以最低的武力去制服示威者 前線紀元對市民、記者、煙霧人員懷有敵意 毫不尊重香港市民的示威和基本權利 可視警方高層 不但沒有檢討下述隊的表現 而且多次替其過失辯解 示威人活動在6月至今 政府從未釋出認真解決本港政治問題的意向 只是以武力試圖消滅一代香港年輕人 這只能令香港的情況不斷退後 如此行為敗盡警隊多年來建立的專業營章 不但令到很多香港市民蒙受不必要的損害 將香港警隊對向市民的對立面更嚴重 以及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本會續完所有傷者盡快復康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2019年10月1日 大家已經從我曾經提供的影片知道 當時警察已經拋了槍出來 而當時指著是另一個暴徒 而那些暴徒正在要脅了另一個警員的生命安全 所以他拋了槍出來 就是企圖把他的同伴 另一個警察的暴徒嚇走 但是這個中午學生幫時找鐵支襲擊這位警員 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槍指向這個暴徒 而在被他的手被擊中之後 就發了子彈出來 但我們常見到其實警方也對這個學生 是私人急救的 所以這裏所謂公共醫生協會 是嚴重扭曲事實 我們是有片看到的 大家可以自己再參照 我提供的影片看 第二篇我要讀的文章 就是來自教協的 在2019年10月1日的新聞稿 好 香港教育專人員協會 教協高度關注中學生在示威期間中槍 強烈譴責警方使用致命武力 教協對於今日一名中午學生在荃灣的示威活動中 被警員近距離發射實彈所傷 表示極為震驚 並向受傷學生和學校致以慰問 祝願受傷學生早日康復 教協認為警方開槍令嚴峻局勢更加火上加油 政府必須全面交代事件的詳情 並就事件展開調查 教協質疑警員事發時舉槍衝前 並在近距離向肝明學生使用致命武力的恰當性和傷情性 並對事件於強烈譴責 教協對於雙方使用武力不斷升級 導致今日各區的示威引致多人受傷 表示十分痛心並呼籲雙方克制 此外教協特別呼籲校長和老師 應該盡力向受事件影響的學生提供支援 特別關顧學生城市上的需要 給予適切的照顧和輔導 教協重申暴力和傷亡只會增加仇恨 令我們無法走出困局 必須尋求方法殺停 如果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社會對話 原因是緩和危機 但現在警方的暴力和大規模搜捕 是背道而示 市民對警方連結來執法問題 累積大量不滿成為問題的核心 政府必須以具體行動回應民意 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以緩扣社會緊張的氣氛 這就是教協的新聞稿 一樣 這裏也是將是非黑白 就完全扭轉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警察開槍很可能是意外 如果這個示威者不是當時擊中警察的手 警察未必一定要開槍 而我也很相信香港警察是不會任意開槍的 我們這裏是多方看到的 至於暴力兩方面升級 我們明顯看到就是2019年10月1日 就是昨天 暴徒和警察之間的武力是升級了很多的 暴徒已經看到他們是對警察 訂腐蝕性的膠囊 引致部份警察的皮膚完全受損 我們也看到當警察制服了示威者之後 警察並沒有對那些示威者再作任何的暴力 相反地當有警察走單 譬如昨天在荃灣這件事 那些示威者就蜂擁而上 用鐵枝、用各種武器想拿警察的命 在這種情況下 警察拔槍和救他們的同僚 是值得尊重 值得鼓勵的 因為我們不想看到 一些幫香港市民警察死在暴徒手上 至於這個中英學生 他已經犯了事了 因為他是參加暴動 而且他是襲警 在這種情況下 學校除了要對這個學生 做適當的懲罰之外 應該考慮學校 研究一下 為什麼學校會出現這樣的學生 到底校內有沒有老師 教唆學生參加這種暴動 以及要嚴正對待這件事 現在這個學校的校長已經知道了 而前特首梁振英也有過一封信給這間學校的校長 我現在就為大家讀一讀 他自荃灣石維國屋邨中學第一號 荃灣公立的何傳耀紀念中學 我的校長是謝潤明校長 尊敬的謝校長 貴校學生昨晚因襲警被槍擊 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社會關注不僅是警察應否開槍 而是貴校學生暴力襲警 犯下嚴重的刑法 這個清楚的事實 任何學生都沒有免受刑罰 和其他後果的特決 貴校學生並不例外 我公開呼籲閣下馬上隔除這名學生暴徒的學職 以作懲處以警校友 並向社會交代 如果閣下怕因此事引起其他暴徒暴力破壞貴校 請閣下再隔除暴徒學職後 馬上宣佈辭職 這個是為人師父應該有的作為 是教工事者應有的擔當 梁振英 這個就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 2019年10月2日發出的公開信給這個校長 正如我剛才說的 一家學校出到暴徒 這家學校的校長和老師要負責任 因為學校是辱人的地方 你是教辱人的 在這個學校出現這種人 在這個學校裏面有一定的問題 所以校長除了這個學生之後 引咎辭職是很應該的 另外這家學校的學校裏面 應該由教署接手 調查學校裏面 有沒有教師 是 教導學生 煽動學生去參加任何的暴力衝突 第一 第一 學生在這個年紀 是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 第二 學校作為一個學校 是不可以去鼓動學生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這件事我想大家應該明白 所以我覺得 這位謝校長 應該最少要 把學生辭退之後 引咎辭職 而學校本身 也應該立刻由教師處 接管 調查教師之中 而有沒有人疏擺學生 參加這樣的活動 這是最少應該做的事情 另外一個朋友就這封信 有些反應 就著 這個 有一個朋友的反應 他説 我們要向政府提出 暴徒是一定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因為美國是這樣做的 暴徒們這樣仰慕美國 這件事必須百分百 跟著美國方法行事 因為今天9月30日為止 已經有千多名的暴徒 如果他們申請法援 費用是天文數字 可以數以億計 因為打官司是沒有公價的 任何律師都可以開價 第一 這個 無端養肥這幫黃絲律師 可大發各爛財 第二 暴徒犯法 放火破壞公物 除了香港聲譽和法治精神 是需要納稅人幫他們 找數 是不公平的 請各位 我向朋友和港傳要求 林鄭向市民保證 破壞香港法治及繁榮的暴民 絕對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這個就是有少少極端 所以我覺得香港要維持法治 雖然這個可能會使到一些黃絲的律師發割爛財 但這個無可避免 但對這些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有需要的話 可以決定香港法律公正執行 所以我不太同意這位朋友的說法 不過我幫他讀出來 給大家聽聽有些人的心聲 另外也有朋友讀到另一段出來 就是 這個是 關於香港公立醫生協會 這位朋友是用英文寫的 我讀一讀 我簡單地說一說就是他的意思 但那天 which happened to these so-called educated daughters and lawyers in Hong Kong 是頻道禮物的理由 不不重要 如果 facts 不合 Lie教育中心與保證 童之間 當他們說 到了一數有沒有血液 將在包移為 可是這些醫癸所說 他們說他以前有多少血液 of the other routers that approached the injured student. Could he be there to try to remove or rescue him? He is a rioter in the first place. Why not arrest him? Totally ridiculous. People look too high of doctors and lawyers. There are no difference from anybody else. Can still be biased, ignorant, and most of all stupid 你位朋友說 到底這一班所謂受到教育的醫生和律師搞什麼鬼 不是說真實是被選擇地認為 適合你的政治偏見的 facts 好嗎 有一位Dr.Jong應該是負責醫療的醫生 就說這位傷痣流了少少血 而經過在空暴放條管外之後 也不是很多血流了 為什麼這些公立醫院的醫生這麼多流血 難道他們真的想其他暴徒 好像這個學生一樣繼續衝擊警察 我再看一次 How do they know the intention of other rioters that approached the injured student 這裏是關於其中有一個暴徒在這個傷者 在這個受傷之後 準備去這個傷者 所以現在這位人士就懷疑這些暴徒 他進去的傷者 這個受傷人士的意圖是什麼 可能其他暴徒想殺人口 有一個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警察不讓這個暴徒去接近受傷人士 我覺得是應該的 也都可以趁這個機會把這個暴徒成之於法 那就是 Could he be there to try to remove or rescue him 可能就是 你會不會在這裏想搶犯 或者是想怎樣做他 他想的比較好一點 不夠我 所以我想這個暴徒可能想殺人滅口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暴徒 為什麼不可以捉他 為什麼不可以捉他 完全是廢話來的 那些人對醫生和律師看得太高了 他跟其他人一樣 仍然可以有偏見 可以是愚昧無痴 最重要就是蠢 你看這個朋友 對剛才那個 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生 協會所發出的反應 這裡還有一個反應 可以找到嗎 這裡有一個反應 這也是關於香港公立醫生的反應 他說 當年203年 沙士期間 醫務人員表現出 社記為人的高尚情操 被今天的部分 醫護破壞 太盡 看到了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發出對警方開槍事件的譴責聲明 簡直是令人路不可揭 在事實上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在未深入調查 了解整件開槍事件之前 將前因後果 對事件作出片面指控 未審先輩 其表現出的輕率魯莽 實非專業醫生應有的態度 在上一次爆眼淚事件中已經是這樣 另外 在這麼短的時間 以協會名義發出譴責聲明 令人十分懷疑 是否對會員 有充分的諮詢 以確保譴責聲明內容 代表大多數會員的意見 本人作為香港醫療界的一份子 對今時今日部分醫生的魯莽行為 感到極度羞恥 他們實在愧對香港醫療 愧對病人 愧對香港市民 令我整個醫療界蒙羞 支持本人的意見 請廣傳 這位是方平靜醫生 一位醫生跳出來說 我也不知道方醫生是否公立醫生 但無論他自己作為醫生 他就表達了他的意見 一口氣跟大家分享了幾篇文章 可能大家聽來都在心裡很舒服 但沒辦法 現在這件事發生在香港 唯有自己多些保重 祝各位好好的 香港不要再發生 沒有人想見到有人受傷 無論是示威者 暴徒或者是警察 香港人都不想見到人流血 但我們已經明顯看到 暴徒對市民 對警察 是一個殺的心態 其實這是一個很恐怖的事 我希望香港這件事 可以早日平息 多謝 拜拜